OK同学们就我们来看这个四年级科学单元6 或者是第六课声音 关系到这个物理科学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110面 这个检测大本营第二题 那么其实大家有没有好奇 到底医生他是怎样听到这一个 病人的这个心跳声 其实在还没有解释之前 那么我就跟大家讲这一个 这个我们叫听诊器 那么英文叫Statoscope S-T-E-T-H-O-S-C-O-P-E 所以这个呢 其实他通常是有三个主要的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导管 领导的导 那么管人管理的管 这个是导管 那么还有这个两个附加在一起 OK都是金属支撑的 OK如果你看这个的话 这个他是空心的这边 这边他是空心的 OK如果你再看他是空心的 只是里面可能比较黑你看到 然后这个呢其实 里面也是空心的 因为他必须要空心哦 那个声音才可以在里面 我们讲 沿着这个心跳声音会沿着这个地方 然后去到传道去这个 医生这个耳朵 所以医生才可以听到 这个病人的心跳是否正常哦 所以呢这个我们叫导管哦 所以导管他是这样子的 这个其实一个是在这边哦 OK他是这样子安装哦 那么你就是放进去 通常我们是要确保他是紧哦 OK因为要给声音全部听到在里面哦 然后这两个管 我们也是要确保他是紧的 OK这个是不是很专业的版本哦 这个这个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给你们看的一个 可能初级版的这个时候不是专业版的 所以这个可能他不是很贵哦 OK通常是这样 这个呢医生会带在他的这个耳朵那边哦 OK这个这两个地方哦 那么要确保给医生也是要舒服一点 因为这个要有一点棉质这样的东西哦 OK然后 OK通常是这样哦 那么比如说我们做 OK其实他是讲的 心跳声的是 比如说这边是心跳声哦 心跳声是沿着这个 听诊器的这个导管 OK经过多次的反射 他们在里面可能是有反射 声音是有反射的哦 好像光这样哦 那么声音也是他有这个 波我们讲的声波 他会反射的 然后才传去这个 啊医生的耳朵哦 OK比如说通常是这样哦 他会啊比如说现在是这样子 OK通常如果病人的心脏都是在这边哦 通常我们是 啊这样子哦 那么就 听了那声音正常我们就换位置 OK就是通常就是这样子哦 OK 再去看